各位观众啊 我是瑞萱 现在呢已经开始进入到秋天了 所以天气已经不会再像前一阵子 这个高温都会来到35 36度那么热了 不过呢 到了秋天还是要注意 都可能会发生秋老虎的 那简单来说啊 秋天应该是一个很凉爽的天气 不过有时候高温都还是会非常的热 那主要影响天气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可能就是风向的转变 因为现在呢 东北风还不够强 而且也不够冷 那有时候这个东北风还会转为 比较温暖的东风 所以整体来说呢 台湾会变得比较温暖一些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南亿的关系 因为在南亿的过程中 这个高压会经过台湾 那这时候台湾的天气 也会变得比较稳定而且比较热 所以未来几天呢 都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独家留意 那再来就来关心到 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年整体来说 还是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天气都还是比较稳定 而且全台各地都是 多云到清的好天气 但是还是要注意哦 在银峰面的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都还是有可能会出现 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注意在南部地区的话 白天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 就是因为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午后呢 热对流发展起来 在南部的山区都是要注意 会有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而在温度的变化上面 现在啊 早晚的温度都是比较凉的 所以如果早晚要出门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加一件小外套 那明天呢 在北部地区的低温会来到22度 中部23度 南部25度 东半部地区也只会有23度 而白天的话呢 高温都会在31度到32度之间 那现在早晚温差 大概都会差个7到8度 所以早晚要出门也要多加留意 那接着来关心到详细的温度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22到31度 降雨几率是10%到30 中部地区温度是23到32度 降雨几率是10% 南部地区温度是25到32度 降雨几率是10%到20 东部地区温度是23到31度 降雨几率是10%到40 而外岛地区温度是23到30度 降雨几率是0 那明天呢全台各地 都还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不过在东半部地区 就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了 那现在日月温差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早晚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